為什麼說民眾要喊出來救台灣呢 蔡英文當局 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 這些施政亂政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 是因為它是一個台獨政黨 它的世界觀 它的方法論都是偏激和狹隘的 它不以台灣包括兩岸整體的長遠的利益 為執政目標 它的目標是為了訴求政黨和派系的狹隘的利益 所以說這就會必然導致 它與台灣絕大多數利益相違背 與兩岸中國人的整體利益不符合 特別是民進黨這樣一種 以美謀獨反中這樣一個路線 極大化的影響到了兩岸之間的 和平穩定的一個狀態 也影響到了島內民眾 對於未來的一個積極的預期 我們看到的是大陸方面 包括島內的一些有識之士 在推動兩岸青年去交流 去合作 去尋求一個更好的發展 而蔡英文當局和美國的一些反華勢力勾連 卻讓台灣青年學生三加一的模式 你不好好上學 卻要去五一年兵役 天天琢磨著準備要打仗 這是我們看到民進黨當局 給台灣的年輕人所帶來的 未來的這種迷茫感 失落感 所以說他們喊出了公平正義 要去救台灣 救台灣就是救他們自己